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那吃少孩子过不了情关 台大校园昨今传播三事件量一死三伤惨剧 台科大硕士班毕业的张信 男子因无法接受被台大心理所谢性男子分手 在谈判无果后用硫酸泼发泄男病吃刀砍人 之后更当场吃刀自吻 成为这起案件的唯一死者 张楠的父母今天首次到医院 想探望伤众的谢生 并拟了一份道歉声明稿 向伤者家属和社会大众道歉 拨酸惨剧发生后 谢家一度不满对方家属 连打电话过来表示歉意都没有 谢家家属说 虽然此案是张楠的个人行为 但她已经走了 只去世 因此无法去追溯她的过错 也不应要求张楠的家人出来收尾 但是在道义方面 张楠家属还是应该要出来致歉 事发一天后 因痛失爱子而崩溃伤痛的张家父母 今天到台大医院和先生父母碰面 并公开向伤者家属和社会大众道歉 声明稿内容中提及 我们纳赤赏孩子过不了情关 竟然选择欲失聚焚 住下不可挽回的大错 他们在得知时也是万般惊恐失措 对于这起事件伤及无辜同学 射间也造成台大校园的惊恐 同时让社会不安他们深感歉 拯救出实时祈祷受伤的人能紧速康复 也诚挚的向伤者及社会大众致歉 道歉声明全文 我们纳赤赏孩子过不了情关 竟然选择欲失聚 凡住下不可挽回的大错 自伤伤人令些同学及被波及者身心俱疲 也令双方家人悲痛 我们明白此时此刻说一万个对不起 也不因为无法弥补孩子 住下的大错 我们在事发凌晨得知此讯息 万般惊恐失措 孩子一戏肩不见了 真的 真的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激进崩溃伤痛之余 迟至事发的第二天才能出来面对 心碎的我们 在此惩治向受伤的牺牲 射奸以及其他同学 还有社会大众 至上最深的歉意 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在万般悲痛之余 实在不知所措 这个事件不但我的孩子往生了 还伤及无辜同学 射奸也造成台大 大校园的惊恐 同时让社会不安 我们深感歉疚 身为父母 悲痛之余 希望能透过甜短的文字 向受伤的献生 及遭受波及的伤害者 再度至上最大的歉意 我们是个低收的家庭 本来计划孩子毕业后 能紧速就业 改善家计 没想到遭此艰难 真的也不知如何是好 目前我们实时祈祷 受伤的谢同学 能紧速康复 其他被搏及受伤的人 能快速复原 开大校园 及社会能恢复平静 在此再次诚挚的向伤者 及社会大众致歉 已故张生爸爸 妈妈 气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